这这个牌字是张文顺先生给牌的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每一个字呢代表不同的入学时间 干一件大家伙共喜欢的事 台上那种玩啊那种洒脱啊那种爱好那种兴趣 都能说到哪一块 张云雷他这个来的那会儿才这么大一小孩啊 后来因为倒仓闹嗓子就回家了 长大了就回来说笑呢 曾经有人说德云社需要清军策 所以这孩子这几年不容易 罗云平 我的爱徒啊 尽力做事尽心之命 雷霆雨露巨是天恩 努力吧 领盘 赫伦来德云社比较砍托 从开始报考的时候三进三出 第一天就两千多人 就留了二十个人 学校上入门第一堂课先学铁大卦 是吗 才能远回来 还生化一下还挺好 不错辛苦了啊 不能太差 你也不必特别的优 能做的粮就非常好 他的张口轮都是二人转那边送过来的 他不爱表达你做错了 不说 你做好了也不说 有的时候你不明白师傅到底什么的状态 我们都是在猜 有的时候感觉师傅一个表情不对了 我们就就就这帮徒弟就不行了 师傅急了 这就准是急了 其实觉得师傅没什么 让郭德纲流眼泪的人太少了 遇到再大的烦心事我没有感觉会能让人看出来 我今天我很烦心 没有 我是很开心 02年03年谁知道敦水 演庙会 一爆敦水的相声 都走了 没人听 那个时候也没有钱 演完了之后 我们要做好几趟公交回大型 五块钱 我们不舍得 对 我们就从那走路上去走回家 他说已经火了 已经挣了很多钱了 吃那馒头掌毛了 都不舍得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星哥 这都是我收徒弟赚来的 真好 大家看小饼我很感慨 小饼小辫都那会儿在家住的 是 今天工作原因好多人都没能来到现场 正好这有一手机能跟烧饼连线一下 通过话 看看我这个儿徒干嘛呢